Hello 大家好 咱们再来看看配置系统里边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 叫做多配置源的优先级问题 啥意思呢 咱们可以看到啊 咱们之前讲了咱们的配置可以从配置文件读 可以从这个环境变量图通过命令行读 甚至可以从咱们自定义的这个配置源读 那么咱们的一个项目里边有的时候是 可能需要从多个源来读的 那从多个源读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就是咱们多个源可以覆盖 某个源覆盖另一个源 这种作用是什么呢 比如说咱们的这个网站集群有实态夫妻 他们都连这个都用同一个配置 但是由于比如说我暂时想要用某台夫妻做测试环境 那我可能暂时把他的这个连接字路状改到这个测试环境服务器 但是另外九台不动 那么这个问题就来了 本来现在这十台都指向同一台服务器 用的是我的这个配置中心服务器的那个配置 现在我临时想让一台服务器指向另外一台这个数据库 那这样的话这个我就可以比如说改本地的配置文件 这样的话本地的配置文件覆盖了这个呃 这个配置中心服务器的这个配置 这样的话临时的我的本地的这个配置优限级更高 他就去指向别人的了 你的意思吧 这样的话就临时的让本地的配置优限级更高 他生效 这样的话让他就连接另外一台服务器了 或者说比如说我程序员 呃我的这个呃 程序员既会连接开发环境也会连接测试环境 我平时开发的时候呢 我都是通过这个呃 这个咱们比如说环境变化那种形式来直接指定呃 连接开发环境的服务器 但是呢在测试的时候呢 我要连接测试环境的服务器 那么这时候呢 我可能说呃 我在写一个本地的配置文件 这个本地的配置文件呢 来覆盖我环境变量里边的配置 所以说就可以有一个覆盖的关系 所以就临时让另外一个东西 游元级更高覆盖掉它 是吧 这就像咱们的这个编程里边的那些 overready一样 只类覆盖复类的实现 ok 那或者说这个呃 这个咱们这种层级关系一样 是吧 本来我这是我的这个环境变量的配置 现在呢我临时插入一个 这个一个配置文件的 配置文件把它覆盖掉 我这配置文件撤走之后呢 它又恢复到这个环境卫量的那个东西了 所以这样一个优先级的一个覆盖关系 那么这个也是donate支持的 那么它来支持的方式怎么样呢 就是说我的这configuration builder 可以配置多个这个这个配置员 后来者居上 也就是说后注册的优先级最高 如果配置项的名字重复了 用后注册的这个呃 这这这这个provider的值为准 立着意思吧 就是后来者居上 如果是后来者没有这个值 他的值在用前面的那个 咱们来试验一下 呃咱们实验的环境就是 这个控制台的覆盖环境变量的 咱们来试一试 现在啊 这个 控制台的覆盖环境变量的 因此呢 在这就这样 咱们先把这些都去掉了啊 咱们就都不用了 控制台的覆盖环境变量的 因此控制台的在底下 环境变量的在上面 OK 然后的话 啊 这还没变呢 然后咱们启动一下 啊 18 YCK 为什么呢 你看咱们的控制台的 这个应用程序猜数 它覆盖到了 这个的 你看咱们读的是什么呢 咱们读的是 读的是 A字和NAME 现在咱们让控制台的 你看 咱们的这个 环境变量的是66 NAME是 这个环境变量 对不对 看到了吗 而咱们的这个 控制台命令行的是 YCK18 所以咱们读到的是 YCK18 那么接下来一个 神奇的一幕就到了 我现在把这个 他们俩删掉 再运行 环境变量66了 对不对 这是不是就是 我的 命令行的 没有 那么就以 这个 命令行的没有 那么就以这个 环境变量的为准 那还有一个更神奇的 我在这 覆盖一半 我的命令行只覆盖 NAME 不覆盖 这个 A字 会怎么样 NAME 用的是我覆盖的YCK 那么 这个 A字 用的还是这个 环境变量的 你解释了意思吧 这就是 有 就覆盖 没有 就还用 更上一层的 这就类似于这样 比如这是咱们的 这个 这有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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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18 YCK 那么这是咱们的 这个 环境没量的 这个 无论什么 其实咱说 谁覆盖谁 我都懵了 这是 命令行的覆盖 环境没量的 比如这是环境没量的 然后咱们再来一个 控制台的 所以说差了 有点懵 讲课时间长了 头有点晕 环境 变量 然后呢 是 他 覆盖 他 对吧 是这个 他覆盖 他 他覆盖 他 因此呢 咱们可以说是从这往这看 这一个是一双眼睛 这双眼睛 对不对 往这看 那如果说我没覆盖 用的就是环境没量的 我覆盖了 用的就是我的 是不是 有这样一个关系 所以说在这个 越后来的 是不是 越在前面 不画这图了 越看越蒙 那咱就看这个吧 就是我这有的 以我为准 我这没有的往上传 传到他这来 他有 那就读的就是他的 所以说以这个 最后添加的为准 最后添加的没有 再以他为准 你也得意思吧 这就是我这个 PPC里面讲的 这个 后来者居上 后来者 是吧 后来者 他在上边 他在这个后来的 所以说他会覆盖他 我这没有的 在读你的 那么咱们的覆盖关系 还可以多层覆盖 比如说我还可以再加上 这个配置文件呢 那么也可以的是吧 比如说咱们再加上 这个配置文件呢 config builder 这个配置文件呢 配置文件呢 这儿呢 咱们可以把这个配置文件改一下 38 是不是38呀 然后我把它改成这个 把它删掉 他读的就是66 是不是 是不是 也是往上一级的 这样一个 这个覆盖这个关系 OK 这就是一个多层 那个覆盖关系 这是我这个PPC说的 大家自己试试吧 那我在说没什么感觉啊 那么关于这个配置文件 配置除了这个多层覆盖的 这样一个关系之外 咱们还可以这个 在呃 这个 DONET的配置里边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是大家千万不要 重蹈这些人的悲剧 这是网上我看到一些新闻 因为大家知道啊 咱们如果说像这样 像这样 把这个配置 放到配置文件里边来 这样把这个配置 放到配置文件里边来 有一个问题 也许你有意或无意 把你的这个代码 上传到GitHub了 有可能是有意的 上到GitHub了 一不小心 因为咱们的这个 这个config文件 是在咱们项目的 原代码里边的 是在这的 你如果说把这个代码 比如说你开圆了 放到GitHub上了 这是允许的 但是 一不小心 你把你们公司 服务器内部的一些 配置信息 暴露到GitHub上了 那 这样一些你们服务器的 这个地址啊 用户名啊 密码的东西 是不是就泄露到 这个互联网上了 就有可能会造成 安全的风险 你也这意思吧 因为你的这样一些 公司内部的 服务器的地址 又鸿鸣密码 等这些东西 泄露到了互联网上 这些已经在网上 发生过很多次了 酒店 非常著名的酒店 开房信息泄露 有可能是用户 将含有数据库 密码的 这个配置文件 上传的GitHub 那么华硕也曾经 发生过 这个含有内网的 这个又鸿鸣密码 这样一些信息 被泄露到了这个 GitHub上 还有些像小米啊 国家气象局啊 等这样一些 这个邮箱的 用户名密码 什么之类的 无意中 由于写到原大码了 或者写到这个 GitHub的这个 配置文件里边了 造成用户名密码 泄露 造成这个安全问题 这都是一些悲剧 那怎么样来 避免这些悲剧呢 最好的方式就是 不要把这个 含有 用户名密码 的这样一些信息 就是服务器的地址 用户名密码 等这样一些信息 写到配置文件里边来 一种方式 怎样呢 写到环境面量 里边 对不对 你搞到这 你这儿的这个东西 你会不会被上传到原代码吧 是吧 一种方式 用这个环境面量 还有一种方式呢 也可以用的方式 就是 当然给咱们形容 叫做user secrets 这种机制 让咱们除了环境面量 一种呢 除了环境面量之外呢 还有更简单的用法 叫做user secrets 放到user secrets里边 这种数据呢 是json格式的 但是呢 它的这个格式呢 它的数据 不放到原代码中 而是放到你windows的 一个单独的文件夹中 因此不会被放到github里边 怎么来用呢 首先 咱们在项目上点右键 这儿有一个管理用户机密 点击管理用户机密 在这儿可能会提示 要装一个包 装哪个包呢 它其实点了试之后 它会自动帮咱们 把这个包装上 当然你可以手动装 装这个包 安装 OK装好了 在这儿的话 它就会给咱们建一个 这个 这样一个文件 在这儿的话 咱们就可以把这些机密的信息 存到这儿 OK 咱们在这儿 只是举个例子 比如说 这个假如说你的这个名字 是这个机密的是吧 机密 然后这样就写就可以了 然后怎么样呢 你就可以把这个名字 从这里边干掉了 是吧 因为这个太机密了 不能告诉别人 太机密了 不能告诉别人 然后的话 在这儿 config builder 这个user secrets 在这儿 你一般传一下 当前这个程序集的 其中一个类的一个名字 就可以了 这儿的话 它代表说 从哪来加载这个 这个配置文件 来加载这个配置信息 好吧 一般把这个放到 一般把这个放到最开始 这样的好处什么呢 咱们把这些机密的都从这个配置文件里边 给它干掉 这个太机密了 不能放到配置文件里边 不能放到配置文件里边 从这里边也给它干掉 太机密了 OK 当然由于这个多级覆盖这个机制 所以它最终 从他们这都读不到 会到我的这个user secrets里边来进读 所以咱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读的机密 OK 读的机密 那么当然在生产环境里边 生产环境实际的服务器里边了 你没必要再藏了 你这玩意也不上到这个这个代码里边的 所以说如果在生产环境底下 这个你就可以改这个配置文件了 在这实际的来给它改成实际的这个值 是吧 那咱们再运行 是吧 又读到了吧 由于这个在生产环境里边 咱们是没有这个secret的存在的 所以它读的是本地的配置文件 但在开发环境里边 为了避免咱们的机密信息泄露到原代码里边 所以说咱们这个用secret的机制把它放到这 那为什么它不在原代码里边呢 看咱们的位置是在哪 咱看这个secret和jason的文件是在哪 你看是不是在我c盘的这个自己的 我的用户名的这个usersecret这个文件夹底下呢 所以说很放心咱们用就行了 它不会被传到原代码 和咱们的这个原代码不在一个文件夹底下 所以说不会被上传了 OK 这就是咱们的usersecret 其实原理很简单 就是这个用了usersecret之后 这个downnet会到这个底下去加载 所以说咱们写到这的东西 这可别人是看不到的 也不会上传到这个原代码的 能理解吧 能理解哈 给扣个1 那么咱们的这个文件名的 这个文件夹的名字是怎么来的 你看 B10 咱们打开咱们的这个项目的 这个csproject文件 你会看到 这有一个属性叫做usersecretID 它的值 所以它就是到这儿 找名字为这个的文件夹去读那个文件 OK 它不在这个原代码里边 所以说机密信息不会被泄露 OK 原理很简单 当然一定需要注意就是说 如果 一个需要注意就是不能 泄露的这个配置 你放到usersecret就可以了 比如说你那些什么这个 不不机密的 就是泄露到这个互联网上也无所谓的 比如说你的这个日志的配置 什么级别的东西会出什么日志 这个东西不是什么机密的信息 对不对 那么这些东西你就可以放到这个 普通的配置文件里边 只有那些不希望泄露到原代码中的那些配置 你才放到usersecret里边 OK 然后的话 这个 一般咱把usersecret 这写错了 放到普通的配置文件之前 这又写到之前 然后的话呢 这个如果开发人员的电脑重装系统等原因 造成这个文件被删 因为你重装系统 c盘的东西肯定没了 是吧 等值得人 或你手动码都删除了 那么 就得重新配置 OK 因为那个 他是不跟原代码在一起的 或者说你这个代码传到git了 然后这个别的程序 下载你的原代码了 他得在他自己的本地 把这些配置重新配置一遍 因为这个东西不是在原代码上的 是吧 然后这个也并不是这个加密 这个配置没有加密 都明文显然到那了 所以他不会进行这个 这个配置加密啊什么之类的 所以这个是用于开发环境的 他不是一个生产环境的 你不能说 生产环境怎么去配这个 那就没必要了 这是开发环境用的 是避免程序员把密码 现在泄露到这个 这个这个 互联网上的 你运维环境 你还是用这个本地的配置文件 或者用这个配置中心服务器就可以了 他只是和开发相关 和这个部署和运维没关系 行吧 那这就是咱们讲的这个 刚才咱的配置体系 到此咱们就告一段落 咱们 下期课 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